食品界今天也傳出讓大家震撼的消息 這是有麻辣鍋王之稱的鼎王 遭到離職員工爆料 說鼎王宣稱他們的湯筒 是用中藥材跟蔬果調製的 那麼這根本就是騙人的 因為其實湯底是味精 大骨粉 還有醬油粉粉末所組成 至於火鍋料 丸子類跟蟹黃糕 還被驗出有重金屬殘留 甚至青菜也被驗出有農藥 不好意思 把這邊上鍋 把食材下到紅色的麻辣 湯頭中看了令人食指大動 這是知名連鎖麻辣火鍋店 鼎王超受消費者喜愛 甚至兩個禮拜前定位都定不到 不過現在離職員工向周刊爆料 鼎王的湯頭根本就是用 大骨粉和味精調製而成 一向強調天然的鼎王麻辣鍋 號稱是以中藥材和天然蔬果 才熬煮出新鮮湯頭 但爆料員工把食材送驗 招牌麻辣湯體被驗出 含有2.2ppm的鋁 自製手工丸類鮮仔蝦滑含有隔汗鋁 鮮蝦丸和蟹黃膏排被驗出拱 高麗菜也被檢驗出農藥依殺蠻 讓消費者大罵頂王根本是詐欺 當然是詐欺囉 它標榜天然 可是它是用化學調出來的啊 那跟那個胖達人真的沒什麼兩樣 你跟朋友聚餐還會冤呢 當然不會啊 誰要當冤大頭啊 湯底和丸類幾乎都含有鋁 醫師分析雖然一般人吃了不會馬上有事 但對腎功能不佳的患者 重金屬若殘留體內 極可能導致阿茲海默症 和骨質疏鬆等病痛 本身消費者本身是腎功能不好 或者說本身就有心臟血管疾病 就長期暴露到這些重金屬 像鋁啦 它地點它有神經毒性 會有阿茲海默症老年痴呆 另外鋁的話也會影響到 我們的骨頭品質造成骨質疏鬆 容易骨折啦 對於爆料內容 衛生局和市調處已經介入調查 將分為食安和詐欺 這兩個部分分頭查證 U電TV 劉佳妮綜合報導